上回讲到徐树珍借奉军的威势 胁迫冯总统 冯总统束手无策 只好通电各省 咨询办法 这份通电很长 就不读全文了 我们只讲一下大意 这份通电是发给各省都军 省长 广西的陆荣廷上将 广东的龙继光寻月使 汉口的曹坤宣服使 张静尧总司令 九江的张怀之检阅使 还有城阁 规划 张家口都统 龙华 宁夏护军使 及各省镇守使 通电一开始说 目前国家局势危急 我代行总统职权已经半年多了 虽然付出了不少努力 但往往事与愿违 我要辞职吧 可是没有法律可以遵循 我要继续干吧 又实在拿不出好办法 非常苦闷 所以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 李总统不干了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 让我来接这个总统 我知道自己不行 可是段总理也这么敦促我 还有各地的都军 省长都发电报催我入京 我也不能不负责任呢 想着跟大家群策群力 同舟共计 谁知道刚一接任 那部分争就闹起来了 我到北京以后 先是请李总统继续干 他不答应 我只好就职了 这时候国会早已解散 新政府还没组建 跟从头来差不多 段总理付出了很多艰辛 本来大家应该内外一致 共度时间 可是西南各省说新内阁非法 挑起战端 等到内阁改组以后 又为了国会问题闹起来 对于中央任命的官员 你们说三道四 一旦有人闹独立 你们就跟着起哄 民国元年二年的时候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当时袁总统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平定南方七省 我能力虽然不如袁总统 但要学他用武力解决也不难 我只是不忍心让人民受苦 所以一直主张和平解决 可是北方因此士气低落 南方则得寸进尺 使我维持大局的希望全部破灭 接下来 封国章又谈到几点忧虑 一是国会一直不能正常运转 二是财政困难 三是国务总理责任重大 但又总是被人攻击 所以没人愿意干 四是外交问题也应该警觉 接下来又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封国章想辞职也做不到 因为现在没有国会 无法选举总统副总统 要想把总统位置交给国务总理吧 一方面约法没有相关规定 另一方面 现在的国务总理也只是代理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通点发出之后 也没人能想出好办法 段派坚决主张 请段祺瑞再做总理 冯总统也只好重新启用段祺瑞 当时曹坤 张静瑶两军先后到达湖北 还有张怀之也派兵相助 差不多有几万人马 士气高昂 王汝贤 范国璋等人 接到曹坤密令 也勇气倍增 不再像从前那样退缩了 第三师的旅长吴佩孚 由曹坤推荐升为师长 担任前敌总司令 他心怀感激 身先士卒 因此湘 岳 贵三省联军抵挡不住 在湖南 湖北等地激战了好几次 独立的军队都战败了 同时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杜西归也前来助战 水陆加工 步步进逼 先后在岳堂嘴 杨楼市 通城 临乡 古米山 九岭 白格岭 天越关等处打了胜仗 扫清南军 然后由曹章两位大帅下达总攻击令 要拿下岳州 岳州是湖南重地 南方联军不肯轻易放弃 激战了两三天 南军终于支持不住 退往长沙 北军占领岳州后便向中央报警 冯政府下令说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服史曹坤 工岳总司令张静尧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西归 谍次电城 分路归赴岳州 水路监禁 所向有攻 先后于岳堂嘴 杨楼市 通城 临乡 古米山 九岭 白格岭 天越关等处 连次激战 谍获胜利 节节进逼 3月17日攻破岳州 逆军顽强抗拒 相持不退 经我军奋力攻击 并由舰队掩护 业余18日将岳州克服等余 此次初施公岳 自开始攻击以来 为期不过旬日 屡夺要爱 遂克明成 石游该总司令等调度有方 各将士永中用命 又能驯奏复工 整民水火 缆电书身家卫 仍着该总司令等遵照电令计划 都帅所部 奋勇进取 并先查明此次在世出力各将士 分别等差 成请优奖 其阵王被伤官兵 并准优于义序 以朝鸡劝而未英魂 地念岳州临乡一带 人民重离兵险 流离颠沛 福安绝居 损失资财 危及生命 哀我乡民 迭背荼毒 兴言及此 惨达良身 应由宣服使曹昆 逊派椭圆 各路查明 嘉义抚恤 安吉劳来 各安生业 用赋调民罚罪之致意 此令 岳州攻克以后 主战派兴高采烈 得意洋洋 这时候 徐树征在军粮城 发电报威胁政府 要求迅速启用段祺瑞为总理 调度军事 一致平南 否则将引兵入京 这就有点要清军策的意思了 在中国历史上 清军策其实就是造反 代理国务总理王世珍早就成请辞职 此时为环境所迫 坚决辞职了 冯总统也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再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正在组织参战事务处 新设立了一些机关 任命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 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 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 陈璐为外交处处长 并聘请各部总长为参赞 各部次长为参议 3月1日才宣告成立 开始履行参战都办的职务 到了3月25日 国务总理的任命发表了 他也不推辞 随即上任 对王世珍内阁中的成员多半留用 只是换去财政总长王克敏 由交通总长曹汝林兼待 江拥也辞职了 改任朱申为司法总长 这是段祺瑞第三次组阁 段祺瑞前两次组阁 都是自兼陆军总长 这次因为段志桂正担任陆军总长 两个人是同乡又是同一个派系 而且段志桂凡事都请示 从不独断专行 所以陆军总长仍然用段志桂 徐树珍得知段祺瑞赴任国务总理 目的已经达到 就命令鑾州 丰台 独留 廊坊等处 驻扎的凤军陆续开拔 沿京浦铁路南下 运往湖北 湖南一带 协助曹 张各军 进攻南军 曹张等人得到增援 气势更胜 于是从越州出发 分道进兵 连下平江 湘英各城 湘 越 贵 三省联军 分头抵抗 但总是挡不住 只好步步退让 在同山口 双方熬战一次 南军又败了 都退往长沙 曹坤 张静尧便乘机 进攻长沙 南军连遭败迹 都不免胆战心惊 听说北军大举进攻的消息 已经先慌了 等到强敌压境 勉强抵抗一下 就陆续向南逃 长沙轻易丢掉 冯政府原本已经任命张静尧为湖南都军 张静尧进了长沙以后 随即会同宣服使曹坤 向中央报劫 中央下令说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服使曹坤 总司令湖南都军张静尧等 叠次殿称 各军自3月18日克服越州后 节节进攻 分途收复平江 湘英两城 25日由同山口近规长沙 逆军处处死抗 经我军协力痛击 兴夜追逐 逆事不知 遂于26日将长沙省城完全克服 等于 此次各军基于义愤 忠勇奋发 由越州取长沙 曾不数日立下奸程 该总司令等都帅有方 各将士忍机转战 家卫之余 游身诊念 所有在世出力官兵 着先行成名 分别成请幽奖 仍及都斥各军 承胜收复献议 以殿全乡 所有地方被难人民 流离荡西 并酌查明 妥为抚恤 用赴国家 随即劳来之志义 此令 古诗说 一将功成万古枯 这次下越州 克长沙 曹璋两位大帅立了大功 但是也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民国出建的时候 定立临时约法 称为五族共和 五族中的满猛回藏 从前都被当作外移来看待 说他们是什么权种 养种 等到共和政体宣告成立 不再这样讲了 把他们也看作同胞 这是大同的雏形 跟专制时代不一样了 可是为什么连连开战 动不动就千言数年呢 而且还不是跟义族打 汉族与汉族之间也闹得一塌糊涂 不可收拾呢 每开战一次 总要花费大批良想 死伤不少军事 还有大量人民走投无路 流离失所 好好的田地房屋 做了炮灰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拿这次越州战役来说 据宣服史曹坤查报 越州自离兵节 时势九空 逆军败退时赴焚掠残杀 搜捷迷遗 进城一带地方 人烟去计 现虽设法召集流亡 伤民见据 而提豪之惨实不忍闻 到了长沙一役 又由曹坤报称 逆军在乡 乐捐敲诈 搜索一空 败退后赴纵兵焚杀 惨无人道 土匪又成奸解夺 以致民舍荡然等等 曹坤在上报的时候 当然归罪南军 然而北军真的能够 纪律严明 秋毫无放吗 这也很难讲 政府接到报告以后 令财政部拨银阳四万元 阵绩越州难民 随后又拨银阳六万元 阵绩长沙难民 实际上 受难的湖南百姓 何止十万 就算只有十万 每人得到银阳一元 管什么用呢 而且放阵的人员 未必能清廉自首 中饱私囊的事情少不了 倒霉的只是小百姓罢了 国务总理兼参战督办段祺瑞 接连接到前方的捷报 喜上眉梢 认为湖南省得手 先声夺人 剩下的问题 可以迎刃而解 平定南方 指日可待 但是还有几件事 令他担忧 一是怕前敌将士 既有朝气 必有暮气 二是怕国库空虚 财政上不能支持长期战争 三是怕冯国璋牵制自己 打着打着又想讲和 因此还有些犹豫 徐树正等人竭力窜短 一一分析段总理的三个顾虑 说都有办法解决 不必担心 又有安徽都军 尼四冲 接到徐树正等人的书信后 从邦步进京 夜见段总理 申请再接再厉 争取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 把政治军事诸问题 全部商定 然后尼四冲就辞行返回安徽了 过了三五天 国务总理段祁锐 带着交通次长叶公超 财政次长吴鼎昌等人 出京南下直奔湖北 段总理去湖北干嘛呢 咱们下回再讲 我做什么事呢 在这一间 我做的事呢 我是送完 什么事呢 我做的事呢 就是我的那种